我们现在继续视讯连线 人在美国的孟玄跟我们来讨论 这一次中心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 所导致的后续效应 孟玄兄我们看到之前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里面的舆情 对于跟美国要在贸易战上面 来对决是群情激昂 虽然也有少数人就是比较理智 说我们不要做战略误判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 中国已经是这么强了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制造能力 都已经跟美国可以并驾齐驱了 那我们不能够吞下这一口气 那现在看起来 由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 中心通信现在被美国 现在等于是一见封喉来看 中国的相对来讲 还是它的体质是蛮脆弱的 你觉得现在这个贸易战 会怎么样子来走下去呢 中国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非得要让步不可 你怎么看 我觉得它在避免走到这个真正的 就是摊牌的这一地步上 它还是会做相当多的主动的让步 比如说刚刚才宣布 这个汽车的这个关税 要大大的降 5月1号就这样 还有的话呢 它有在这个博鳌的这个习近平的讲话 在开放很多东西 它也是有这个 在这一次这个美国是请朝而出 把它的这个几乎这个最强的阵容 都搬到中国这个土地上来 跟中国一次摊牌的摊 而且根本不给那个任何预备会议 没有预备会议 就是一次就见面就谈了 那这个的话呢 中国也知道 我想大概这一次呢 他们如果不做出让步的话 那这个美国是不会 这个不会有好面 不会有好结果的 柳远你刚刚指的是 就是5月3号现在由财政部长 贸易谈判代表署代表 然后商务部长 一共有7个人要去中国大陆来做谈判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说 大陆愿意让他们去 就代表说愿意做出 某个程度的妥协了 当然是美国要去 跟这个美国愿意去谈 中国立刻就接受 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双方愿意在尽可能的 不伤到彼此杀顶1000 自伤800的状况底下 能够找到一个middle ground 但是的话呢 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结构性 甚至是体制所造成的这种问题 而且的话呢 早眼未来美国所真正担心的 还不是现在的这个贸易 仅仅是现在的这些贸易失智之类 而是2025年的这个未来的长期的 在这种关键技术上面 美国会不会被中国说 这个这个超感过去 那所以的话呢 对很多东西要能够现在就把它压制住的话 是美国在战略上 它是必须要进行最强烈的这个 就是先声夺人的这个把它压制下去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中国这一次的这个中心事件呢 我觉得让中国清醒很多 那么当然情绪是一定会有 然后他那个因此呢 就是说像这个习近平去武汉的那个 去看中国自己生产的 这个最高级的晶片 据说比美国的晶片 输入还快四倍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也都是 可是的话呢 我们不是搞技术的 但是我们从这些性情的讨论里头知道 就是说这种晶片的这种 之所以变成为中国的软 这个等于是一个 软肋 这个软肋 这个里头有它的体制上的问题 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所以这个的话呢 这个等于是教中国这种浮躁的心理啊 一头冷水 那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 是你说你说 把那个厉害了我的国给撤下来啊 这些事情显然还是表示 中国并不想要在过分的 让这种虚角的这种情绪 认为自己已经是在军事科技啦 或者是高科技啊 已经是可以跟美国完全平起平坐 这一点的话呢 它现在是应该是有比较清醒一点了 那个其实这这一个七个人的代表团 他三号要开始跟中国大陆来谈哦 会到什么样子程度 目前有两个判断 一个判断是说 川普应该是希望能够在其中选举之前 能够交出一个中国让步的一个漂亮成绩单 所以他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有具体的让步 他基本上就满意了 另外一个判断是说 川普会一直施压 甚至提出让中国没有办法接受像体制改革 大家知道中心通讯当然是跟中国 是国益公司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他那个时候之所以违背这个禁令跟伊朗做生意 可能也是中央的指令也不一定 所以这里面也牵涉到体制上的问题 你觉得他会施压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应该讲起来 尤其由Ross就是商业部长 跟Muchin就是财政部长 这两个人都是还算是比较倾向缓和的态度的 而且其中最凶的一个就是那个贸易代表 这个叫赖海泽 赖海泽 他的话呢 在昨天在美国的这个华盛顿 那就讲了一个 他说我们这次去呢 并不是要整个的改变中国的 并没有改变中国体制的这个目的 这个意思就是他也知道 这个两国的这个这么长期所出现的经济的 这个贸易的巨额逆差 还有是中国的这个体制 是出于体制的原因才 结构的原因才造成的 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可是呢他们要尽力的迫使中国能够改的部分要改 那这一点的话呢就表示说他里面最强硬的两个人 一个是NAVARO就是那种白宫的贸易办公室的主任 这两个是强硬派 这个财政部长跟商务部长 这两个人是真正要天天处理很现实的这个两国如果爆发了贸易大战或者爆发了这个 这个谈崩了以后对两国经济的冲击对世界经济冲击的这个责任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在两个七个代表里头 他们自己内部就要先做好这个compromise 自己本身的团队那样compromise才能够跟中国真正的 那中国这部分呢我相信他是在尽可能的要让这个美国人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再糊弄你我们是真心的想要跟你这个 所以如果是能够有一些成就的话 现在亚洲的形势呢事实上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相当有利的 他可以把所有的力量现在要对付伊朗了 现在的话又把它转移到伊朗 所以如果在这个贸易谈判上头 他有一个拿得出来的这个成绩 我想美国不会做到就是说逼着中国这个跟你摊牌 或者就是说让中国太下不了台 最后一个题目我想问一下关于台湾在这个情况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自处 我们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都是作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的角色 包括有一些科技可能经过台湾的公司 从美国到了中国大陆 那现在如果美国开始对于这个高科技这么敏感 他开始要阻止大陆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他中国制造2025 会不会对台湾的公司开始受到影响 我知道台湾现在政府要开始草泥这个科技机密保护法 这个会不会也对于现在的公司会造成一些限制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至少蔡政府已经做了 他比如对中兴的这个禁运 他相当的积极的配合 还有这个其他的他也是说他愿意这个就是说站在美国队这一边 那么但是的话呢 因为台湾的这个科技厂 你就像这个张忠摩的这个台积舰 他这个在生产的在南京啊那个十二晶圆厂啊什么的 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国大陆它这个是它的这个生命线 就是说市场是台湾的这个赚钱的来源 你完全是为了战略性的考虑来配合美国 你能不能在美国那里得到那么多的这个利润啊 让你支持的下去 所以的话呢在这个两边就是说 美国显然是要防止中国 而且是一种围堵的这个这个态势是已经摆出来了 尤其在高科技跟关键科技这部分是有这个呢 那台湾在这里头最好还是就是不要完全被卷入进去 认为就是说这个我完全靠到美国 那这样的话中国那边的话对你要卡你的话 就让你这个一下子没有钱了 那这个还是很容易的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 当然你不能够就是美国这个在完全这个圍堵中国的时候 你在那边专门给它后面放水 那这一点美国人要争议那也还是容易 所以在台湾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还是要相当的小心谨慎 就是两边尽量的能够保持平衡不要得罪 而且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revenue就是钱啊 是怎么来的 那怎么样能够保住最大的这个来源的这个不受影响 这个是保住这个生存的第一的要义啊 今天非常谢谢孟元兄跟我们来谈 从这个中心通讯一直到目前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谢谢孟元兄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